13个奶嘴,3个不合格 保温测试,静感裂痕,吞色 我们依照厂商所标示的耐热温度进行检验的时候 有两个厂商,他们的耐热性试验并没有合格 奶嘴的品质有所变化 加油小baby的人,要小心了 行政院消保处针对市售13种奶嘴 进行皱新薯、塑化剂等检验 发现有三款不合格 比方,它在检验的过程里面 它会发生褪色的情形 小宝官建议,不管是装在奶瓶上的味噬型奶嘴 或是比较会长时间吸在嘴里的安抚型奶嘴 都不应该高温,长时间消毒 外观或者它的颜色上 跟你在一开始购买的时候 有差异的时候,要建议消费者 就是不要再使用 不要致于例如像微波或者是 电波高温增煮的方式 另外对于紫外线的处理也要避免 蒸汽啊,蒸汽 就像消毒奶瓶那样 它不然用什么方法 知道了吧 烧一锅热水煮 甚至煎气消毒锅 都不一定安全哦 八九十度的热水 大概烫一下就好 不要放太久 会啊,会考虑啊 原则上处理 处理的温度比较高100度 星期是有杀菌的加密的效果 动新闻 奶嘴是消耗品 要常换新 报导 中文字幕 转发 中文字幕 转发 中文字幕 李宗盛